開門八極嘛 開門 腳開 腳開不就開了 這一手就灌進去 雙稱掌在這裡 所以正從前面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你看 雙稱掌對方打來的時候 一個轉化打在這裡 一個轉化開放 所以用腰胯的力量在旋轉 腰胯的力量在旋轉 我講過大八極練身法就在這裡 假設對方抓 抓這裡也是一樣 就一腳 這裡一發就進去 手肘 這都是雙稱掌的變化 懂嗎 所以對方如果近身抓你 我再做一次 你看 抓你的時候這隻手一樣是做圓弧的變化 你也可以這樣推 1 那他會想什麼 他想要回來嘛 那一推 一回來 2 一個側身就灌進去 假設如果你不推軸 你從上方來 就從1 你就往下切 這以前我教過你們的手法 切下來之後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那麼近的距離不好發嘛 所以變形會在哪裡 變形會在於軸機 軸的強處最大 所以你用軸打最快 這個時候可以選擇你要打這一段 還是要打上段 要打中段 都可以 好 所以這就是